喂 彭泰 不是說今天要實測維新新款的商務筆電 怎麼桌上空空如也啊 嘿 這不就來了嗎 哇 這不是維新全新新款的商務筆電 神秘系列的E15 哇 一次測到這麼高階的筆電喔 上次實測Postige 14 EVO 10 維新就告知我們一定會讓我們實測SAMMY 對啊 因為SAMMY系列賣得太好了 再加上最近筆電的關鍵零組件缺貨啊 所以現在還幫大家來做實測喔 至於產品外觀如何就讓我幫大家介紹囉 SAMMY系列是維新高階商務筆電 全機產用物黑色設定 在A鍵上維新全新logo相當時尚又好看 產品線條簡單俐落 觸控板及軸承彩金色點綴 帳圓還有碳纖維的圖示 凸顯都會精英風範 哥哥要不要來一台 接下來我先介紹產品系列 可分可觸控螢幕及一般螢幕兩種選擇 但是封黑規格全系列不提供觸控喔 此次產品是高階SAMMY E155 採IPH等級載邊框設定 具觸控功能好方便唷 再按上F12鍵畫面可180度反轉 還會真的很易積 重量1.79公斤 薄度只有16.9mm 最高有16小時的電池續航力 還有PD塊充 至於規格及使用人實測 就交給在錄音間的小豪哥哥囉 此次實測的SAMMY E15 為高階觸控版本 採用Intel最新10奈米 第11代Intel Core i7-1185G7處理器 具四核心架構 最高超頻4.8GHz 快取的數字大約看一下囉 記憶體為16GB 可升級至64GB 顯示清貼為NVIDIA GTX1650X51 Max-Q 儲存方面 M.2 SSD 採用群聯1TB製品 還提供一組插槽強化容量表現 讀取的速度真的超狂啊 整體表現為頂尖規格 SAMMY E15 採用全新MSi Center 資源整合介面 從系統監控到硬體設定 都可以與此搞定 同時也將常用的軟體納入管理介面之中 利於即使使用還優化軟體喔 對於商務人士 視訊會議的收音相當重要 為此微星導入AI技術 MSi Center也提供功能設定 此外為讓小組會議更順利 微星還特地設計出截圖移動功能 可將SAMMY E15 的螢幕截圖 直接移到第二個螢幕 如一般螢幕啊 會議室電子看板到投影畫面 相當的方便喔 另外透過傳輸線 iOS專制也可以做到鏡面投影 由於商務人士對於電腦設定並非專業 MSi Center還提供一鍵韌體升級 應是微星的系統進行把關 所以下載相對的安全 此外電子設定到備員 也能與MSi Center進行設定 介紹於此可以發現 全新一代的MSi Center 把過去的相關分散型的軟體 一次整合其中 只能說微星這一次相當有心啊 使用上面也讓使用者非常的便利 由於Sami E15採用NVIDIA入門顯卡 顯示實測 選用輕度軟體Night Rain進行實測 分數為2411分 如再以3D Mark 10 Spy分數為3286分 整體成績達到高階商務筆電水準 還另外進入了入門電競筆電的門檻 軟體跑分方面PC Mark 10為5289分 另外以非常吃效能的Fullmark軟體 進行測試 來回20分鐘 C鍵最熱的數呢 也只有到44至47度左右 可以說Sami E15整體散熱表現相當的優異 好 結於微星全新的商務級筆電 Sami E15到底值不值得來購買 洪湯你覺得呢 外觀來說整體好看 黑配金好時尚我喜歡 好 除了外觀之外呢 Sami E15更厲害的地方就是資安囉 這一次呢導入了可信任平台之外 還有指紋辨識跟人臉辨識 還有微星的Duet Display技術 可以讓iTac變成第二個螢幕 在效能的部分呢 這次Sami E15呢 它整體表現是高於一般文書級筆電 甚至跟創作者筆電已經很相近囉 所以對於最近有商務筆電採購需求的 消費者來說呢 大概5萬塊左右的價格 即可買到這樣子的效能 小哥是認為CP值頗高 而且還有滿滿的資安喔 OK 今天就是我們幫大家來測試的 微星全新新一代高階的Sami E15筆電 後續我們再幫他來做什麼 相關的產品開箱實測 那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絲團 以及關注我們的頻道喔 OK 掰吼 還有微星的Duet Display 就是Duet 等一下啦 我在笑 我重錄了 不行 Duet 沒有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不行 一直在想笑 那就是 有些人 谢谢观看